兄弟们 我又到饭屌了 今天在广东路尝一下米其林推荐的一家 老上海味道 到了照明的时候到 德行馆 光绪年纪 1878年 大冬天呢我打算来个红焖羊肉面制补一下 下午两点多还这么多人 红焖羊肉大面 焦头和面是分开的 看见色泽还是挺有食欲的 这肉也挺大一块 你们看到 看来确实是炖烂了 吃面之前需要把焦头和面 滚到一块 搅和匀了 准备开搓 第一口虾肚 这面本身应该就不错 而且火候非常到位 挺好 再来一口汤 第一口汤下肚吧感觉有点略甜了 但是这个甜度呢我能适应得了 那些 本身就觉得上海菜比较甜的人啊 是不是适应不了 小青菜呢 我也吃了 如果换一般的面膜 我早就叫人了 第二口汤就没有那种很甜的感觉了 鲜香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羊肉 果然啊炖的特别烂啊 一口下肚 满泥 有肉又有筋 不错 这种羊肉面吧 我之前在乌镇吃过一家也挺不错的 样子跟味道跟这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叫 苏生羊肉面 他家主打羊肉面 但是可能因为是在景区里吧 价格比这个稍微要贵一点 上海本包面方面呢 我之前 我觉得两家不错的 一家是在香药南路 还有一家是在加山路 应该都是属于法术界吧 都是上海本地的老人开的面馆 嗯 属于比较家常的吧 光味道上我觉得跟这个还是 差了一个档次的 他家这个面吧整体来说吃起来非常过瘾 汤呢 除了第一口觉得比较甜以外 接下都会觉得比较鲜美 一口汤一口面 而且面的火候非常到位 时不时的再配上一口羊肉 爽啊 但是要注意了 这里面还是有鼓鼓扎的要 记得挑出来 我一般情况下来这种比较火的餐饮店都会 错开饭点 避开高峰期 要么早点 要么晚点 今天呢 进这家店已经有小两点半了 然后等那个收银员就等了那有十分钟 买单的时候也是在排队 现在正吃着周围坐马的人 而且陆陆续续的还在上人 上海第一面好像是有点名不虚传啊 德星馆始建于1878年 距今小150年了 米其林推荐餐厅 中华老字号 广东路的这家餐厅呢是属于德星馆的总店 旁边紧爱的就是南京东路 地里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我没往楼上去啊 这家店是有两层的 一楼呢面积比较小 就主要是吃这种快餐 吃个面啊 吃个馄饨啊 吃个汤包啊 等等 二楼呢就是煮大炒菜 像我这个点过来的 人家二楼都跟我说了 都已经收拾好 都已经封存起来了 我们就晚上再开吧 31块钱 这样的一份羊肉面 你们觉得值吗 6分钟搞定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都是人上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